鸵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鸟 原是生长在非洲、美洲和澳洲一带的野生鸟中 经过多年的饲养训练化 现已成为商品进入市场 鸵鸟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成本低、适应力强 生产性能好、经济价值高、抗病能力强 现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饲养 被誉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养殖业 选择适当的场地 建设合理的鸵鸟厂 配备必要的饲养设备 是鸵鸟健康生长的重要条件 鸵鸟厂地要选择在地势较高、平坎、向阳、干燥、通风好、安静的地方 最好远离市区、公路、铁路、村庄及厂矿 我国幅园辽阔 各地气温环境差异较大 鸵鸟的防射建筑有所不同 在北方一般都采用砖瓦建筑 鸟社加金属网围栏 鸟厂的围栏可采用70x70厘米的 12号镀芯铁丝网 网高两米 铁丝网的连接处要固定在网离的柱子上 网离的柱子要结实耐用 柱子粗10厘米、高两米 柱子的间距以2.5米至3米之间为一 镀芯铁网要固定在拦柱的里面 以便承受鸵鸟的偶尔冲击 围栏场地面积约为800平方米 场地铺垫15到20厘米厚的沙子 粗沙效果较好 种鸟射的面积一般为30到40平方米 射内地面铺垫沙子 要保证射内通风 经常清扫 保持卫生 防止鸵鸟误食各类金属物品 鸵鸟设东可避寒 夏可防暑 为鸵鸟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鸵鸟厂要有自己的独立供电系统 以利于种弹孵化加温 电热预除和人工补光 鸵鸟厂区要严格执行防疫制度 厂内不接待客人并谢绝参观 工作人员进出厂区时 要更换服装和鞋 上下班应通过消毒室 全身接受紫外线灯照射 鞋底要接触消毒药液 一般鸵鸟养殖场可分为新鸟隔离区 肿鸟鸟鸟属 冒化室 除除室 鸟鸟雕鸟鸟's 鸟鸟鸟鑄存区和医疗区 各个区域坐落在不同的位置 为了便于管理 可采用电视监控系统来协调工作程序 鸵鸟的浮化技术 鸵鸟产单后剪蛋时要戴手套 蛋剪回后要及时记录编号称重 并送到浮化室消毒注存 运送过程中不要摇动鸟蛋 种蛋浮化前要对它的质量 形状 大小和重量等方面做严格选择 切不可将大中小种蛋放在同一浮化箱内 应分别放置 这样可提高浮化率 破损污染的蛋应予以淘汰 种蛋应注存在温度摄氏14到18度 湿度为35%的地方 注存期为3到7天 每天翻蛋两次 种蛋不宜注存过长时间 浮化前要严格做好室内及有关设备的卫生消毒工作 同时做好电源、通风、温度、湿度、报警等设备和控制系统的维护检修工作 种蛋装入浮化器后要严格控制温度 浮化器内温度平均为摄氏36.4度 上下温差不超过摄氏0.5度 湿度为25% 或按湿重14%来计算最适宜湿度 种蛋在浮化过程中 每两个小时要翻蛋一次 浮化器采用的是自动翻蛋法 翻蛋可使种蛋受热均匀 有助于胚胎运动 保证胎胃正常 种蛋浮化到第39天的时候 要从浮化器转入到出厨器中 这项工作叫落盘 落盘的种蛋不需要翻蛋 到第42天时 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幼厨便出世了 除鸟出壳后 要用5%的点酒对脐带严格消毒 并佩戴腿环或镜镖 待绒毛干后 约出壳12到24小时后 转入浴除室 转入浴除室前 要称重侧高 并做好记录 鸵鸟的育除技术 鸵鸟的育除期为0至8周0 育除是难度较大的环节 必须精心管理 雏鸟培育是鸵鸟养殖业成功的关键 入厨前3至5天 浴除室必须用消毒灵消毒 清除杂物 可在浴除箱内铺垫麻袋或胶毯 在浴除室地面铺一层细纱 安装保温灯 灯安装的高度 根据所需的温度和鸟的大小而定 应防止雏鸟灼泡 新浮出的雏鸟 必须依赖外部热源来保温 其温度随年龄而易 一般第一周设施32度 第二至三周设施26.5到29.5度 第四至七周设施21到23.5度 这一温度是指中心热源温度 而不是指环境温度 一般是以鸟背的高度为准 测量温度 雏鸟饮用水必须清洁卫生 无污染 符合卫生标准 使用井水或河水的鸟场 必须对饮用水做必要的处理 有条件的地方 可用活性碳等滤除水中 有害物质和微生物 头一至四天 雏鸟不会采石 必须用切碎的青菜拌料 训练调教雏鸟采石 或放入日龄稍大的鸟 引诱采石 此段时间食量无限 土鸟饲料的营养成分 粗蛋白20% 粗脂肪6.6% 鲜为10% 钙2% 磷1.5% 赖氨酸1.25% 雏鸟的饲养密度 可根据鸟鸟而定 1至10天 每平方米5只 11到20天 每平方米3只 21到30天 每平方米1.5只 31到45天 每平方米1只 雏鸟到8周0后 可牵制育成室 育成期鸵鸟的饲养和管理 育成期的鸵鸟活泼好动 成活率高 饲养管理比较粗发 夏季北方采用开放式房屋 围栏饲养 每30平方米放养一只 北方冬季的气温较低 需见防寒射 一般要求防寒射要宽敞明亮 具有通风设备 要求对防寒射每天清早一次 每周消毒一次 育成期鸵鸟入射前 要对鸟射进行认真严格的消毒 清除鸟射围栏内的杂物 场地填沙后要平整 对饮水槽石槽要严格消毒清洗 鸵鸟射进入育成期后肠胃发达 因而鸵鸟的饲料与鸡的饲料大不相同 鸵鸟的饲料分为金饲料与青饲料 金饲料主要以玉米 豆粕 小麦 米糠 麦肤 骨粉 血粉 面粉为主 加上适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及适量的粗纤维 木蓄粉 及草粉 清饲料 有黑草 橡草 番薯藤 苏丹草 大白菜 胡萝卜等 以枝多爽脆为好 青饲料要清洗后切碎 把较硬的茎剪出去才能投胃 每只鸟每日可为精饲料1.5到2公斤 轻饲料3到4公斤 每天喂3次 育成期的鸵鸟为十周龄至两年 育成期的鸵鸟到9个月时进行第一次人工选择 把那些生长发育好 健康活泼 符合种鸟特点的鸟挑选出来 要有相当的数量 要有完整的系谱记录和各项生产记载 种鸟编号 这些被挑选出来的鸵鸟做后背种鸵鸟 当后背种鸟到两岁龄时进行第二次选择 要求外貌结构良好 身体健壮 生长发育正常 性情温顺活泼 头部清秀 颈部粗细适中 不弯曲 眼大有神 体躯长 宽而深 呈芭蕉蕾样 腰疾威归背形 不肥不瘦 羽毛光洁润泽 除腹部外覆盖均匀 两指强壮有力 姿势端正 长短适中 选性于旺盛的熊鸵鸟作为种鸟 粗暴凶猛的不宜做种鸟 后背种鸵鸟的鸟舍要采用保温性能好 自然光照射时间长 通风好 围栏场地大的建筑结构 这样便与鸟的合动 种鸵鸟的饲养和管理 为提高繁殖力 应采用优秀的铜制鸵鸟进行非近亲的选配 以求获得高产的优秀核展 由于鸵鸟生命可达65年 雌鸟性成熟早 雄鸟性成熟晚 这样在选配时 雄鸟要大于雌鸟一周岁 这样才能使性成熟同步 也可以从生产记录或系谱记录中 选出繁殖性能高 生长速度快 体型结构优良的鸵鸟留作种用 并可以从这些个体的选择中建立家庭品系 肿托鸟鸟射一般建在围栏的北侧 鸟射的面积以每只肿鸟10至12平方米为一 鸟射高3.5米 跨度6米 鸟射门宽1.5到2米 饲养种鸵鸟的目的 就是为了获得较多的优质种弹 其饲养管理应以提高产弹量为中心 种鸵鸟一般以一只熊鸟两只雌鸟为一个饲养单位 这样有利于建立鸵鸟系谱 鸵鸟的围栏面积以每只鸟250到300平方米为一 长宽比例6比4 种鸵鸟饲养的关键是供给平衡的日量 特别是能量的供给不能过多 否则种鸵鸟就会肥胖 致使产弹量大幅度下降和停产 鸵鸟没有胆囊 所以不宜过多的喂养含脂肪高的饲料 特别注意种鸵鸟在产弹期所需的钙磷量较高 在可能的情况下给鸟增设补钙磷石槽 让磁鸵鸟自由采食 并适当加入微量元素 种鸵鸟生活很有规律 每日喂三次 每次喂的时间间隔 尽可能相等 四味的顺序先粗后精 也可将粗精饲料按比例混合喂养 一般精饲料不超过两公斤 种鸟要保证有清洁的饮水 饮水器具要经常清洗消毒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 给种鸟饮用的水温应在摄氏25度左右 种鸟蓝要经常保持干净卫生 要随时清除蓝内的粪便 并对场地进行消毒 种鸵鸟是很喜欢室外自由运动的 在冬季可根据天气情况 来安排鸵鸟的室外活动 鸵鸟的商品利用年限为30年 其中有两年是培育期 进入第一个产卵周年 三岁零食 产卵量为35枚 第二个产卵周年 四岁零食 产卵量为60枚 第三个产卵周年 五岁零食为85枚 六岁零以后至25岁零 每年产卵量为100枚 二十六到三十岁零 每年产卵量为80枚 鸵鸟鸟的疾病防治 在通常情况下 鸵鸟的抗病能力很强 在北方地区主要预防的传染病是 由新陈异病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病症特点是高热 呼吸困难 下力 黏膜和僵膜出血 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春秋季节发病率较高 防治方法可采用一系疫苗或二系疫苗肌肉注射 鸵鸟体内寄生虫病常见的有掏虫病 成年鸵鸟有较多患有掏虫病 此病容易诊断 在病鸟的粪便中可发现米粒大小的白色虫卵 治疗方法采用禽类驱掏虫药物 每三周治疗一次 直到粪便中不见虫卵和残骸为止